那地方在哪啊 啊 啊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千万 我终于有钱了 我终于有钱了 我还送你妹妹们 哈喽 欢迎请教我帅哥加入直播间 一辆跑车就可以对主播进行点舞哦 哇 谢谢 谢谢宝宝送出来跑车爱你哦 哇 谢谢 谢谢请教我帅哥送出的豪华游轮爱你 哥哥想看什么舞蹈啊 哇 感谢大哥送来的宇宙飞船 你是宝宝的守护神 我爱你哦 大哥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 可以尽情吩咐我 叫 招呼 好的主人 你有什么要求啊 去跳个舞 越撩越好 游赏 主人 宝宝呢 还有更多精彩的舞蹈 你们要是想看的话 可以私信我呀 我的私信 是你可以随便加的吗 对不起 对不起主人 宝宝错了 不过主人 你一定要记得关注宝宝 不要让宝宝太想你 真是咸鱼大翻身啊 我要再去爽一下 本款车是当季的最新款 卖得非常的火热 想要了解车的宝贝们 可以点点关注哦 这么高了 本直播间是销售好车的 先聊的话 不送 欢迎宝宝大哥大家光临直播间 您是想聊天还是想购车啊 就随便逛 走了 哎哎哎 大哥 等一下 我把我的电话发你呢 以后买车记得找小妹 小妹 一定给你操级的信号 虚 女的贼扣 啊哦不不不 我那呀 一定给你提供最好的服 喂 这都几点啊人呢 不干了 你想不睡不懂了 等你过来 今天单子不少 你上午送完 差不多能吃个百八十的 区区几十块钱 别打扰老子睡觉 你以为你谁啊富二代啊 不好意思 纠正一下 我是富一代 我其实身材几千万 你看着办吧 嘿 你要有几千万 我就全就是富 公管 如果五高峰前看不到你 给我滚蛋 我真有几千 不愧是在做梦吧 我得再确认一下 果然是真的 我发达了 干脆提现出来 只要稳当点 不能提现 那我还想去送外卖啊 干嘛 送外卖 美女方王王 订单快烧食了 会不扣钱的 让你进去 我就被扣钱了 不准进 打电话让他住前呢 哎 喂王女士 您的外卖到了 我还不翻转了 你怎么这么巧 自己全都没人 谁啊 他真是那一样 啊 請叫我帥哥 帥哥沒了 我調戲他 這不純屑口騙人嗎 主人你怎麼才來啊想死寶寶了 嗯 主人你來這兒是不是因為想寶寶了呀 我是想問問為什麼投訴 投訴 寶寶怎麼可能捨得投訴主人呢 這裡面一定有什麼誤會是不是 要不我們加個私信單獨了了 可以 那就 主人 你今天穿著外賣員的樣子是專門來見我的 你今天穿著外賣員的樣子是專門來見我的 算算是吧 對不起主人寶寶沒能及時認出來你 要不一會兒我們單獨找個地方你好好懲罰一下寶寶姐姐氣如何 這倒不必 那主人吃完飯還有什麼其他活動嗎 我知道有家KTV不錯 要不我找幾個姊妹我們一起喝喝酒開開心 那地方都是騙傻子的 要是酒又貴又難喝 你要是想喝酒 在這兒 解渴便宜 服務員來兩瓶啤酒 啊謝謝 啊 啊 啊主人你看我這身衣服漂亮嗎 啊那不錯 挺性感的 不過呢我這身衣服要是再有個包包搭配一下就夠好 嗯 主人這個包好看 什麼包要三萬多香精還是帶鑽 有錢人了不起啊我還不伺候呢 包安看一門外賣外賣停那邊不亂進 包安哎在門包咧 為什麼他能進我不能進別人是業主你又不是業主哦 你好您的外賣到了 你家人呢 啊我都不知道拿這個放桌上然後順便幫把垃圾帶出 哎 哎呀你嫌那麼髒別亂走 他晚上都要輸了 哎美女 你瞎呀沒看我正直播呢 你已經輸定了 你男人外面小哥撒氣有什麼用啊 家人們 再努力刷一點點嘛 這是父子局 輸了要叫爸爸的 你們肯定不想看我輸的嘛 你能不能幫我刷刷分啊 我一會兒把錢轉你 還有定期亂圖一是嗎 有什麼用啊 外面小哥一個月他掙幾個錢啊 全刷給你是嗎 下個月的話人家吃泡麵 對不 差兩萬多了 來嘛 努力努力 哦等著人爹啊 啊 我歡迎請教我帥哥 帥哥 你這名字一聽就一定是一個高富帥 能不能幫我刷一點點嗎 既然你都求我了 那我就幫你 看來你看人也不行啊 聽我的經驗哦 這種叫請教我帥哥的這種人 表數率高他百分九十 就這種你還指望他幫你你 我 我 我 感謝 請教我帥哥送出的嘉年華 哎呦喂 你還真有這種大重點充胖子的啊 我跟你說你刷完這個嘉年華 你後面是不是得吃半個月的泡麵啊 哇塞 感謝神號大哥送出來的宇宙飛船 大哥能在我身後一生有你都足夠 家人們幾屋再走一會兒 兄弟們小花小嫂充一充 其實你們都叫我馬克對吧 你們這一局輸了的話 我靠跟我一起這樣一輩啊 家人們充胖加油啊 加油 抽他 還有誰 找死 還有誰 我找死 哎呦 我還有天啊 天啊 太帥了吧 神浩哥哥 这次真的多亏你了 方便加个私信嘛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还有你 你之前不是挺能叫的吗 快点叫 大家都等着呢 哎呀好嘛 叫就叫嘛 愿赌复苏啊 但是一点 你让了不相干的人先 回避一下好不好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快点走 我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快点走 我 哎呀 一身汗臭味 快点躲别在这污染空气 好 你别后悔 哎呀 等一下 把那个垃圾上面带下去 神浩哥哥 我已经发送了好友申请了 麻烦你通过一下下啦 干嘛有声说事别拿你脏手碰我啊 你 你 就是神浩哥 嗯 神浩哥 你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怎么我也不敢 我 你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怎么我也不敢 我没关系没关系 无所谓啊 无所谓啊 那你就是 愿意人量人赛呢 我只是不想浪费精力在一个 没有相干的人身上R 啊 哈哈 不是神浩哥哥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啊别别别 我身上臭 别熏着你 哦对对 哎 神浩哥哥 啊 欢迎这位宝宝来到我的直播间 因为我们这里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活动啊 如果有宝宝成为直播间保密的话 可以得到莫名发开的专属服务呦 就你了 哇 謝謝謝謝請教我 在跟寶寶送那麼多的嘉蓮華 你可以給我私信哦 不用了 直接出來了 啊 這樣會不會太快了 啊你把你的位置拔掉 我現在馬上過去 難道不像嗎 難道不像嗎 你這哪兒像了 哪兒都像啊 你這分明就是照片的 哎呀現在到主播了 哪個不開點美顏濾鏡什麼的 你這不是美顏濾鏡是換頭 那我走 慢走 不走 可是人家剛剛做的 一個小時的車終於趕過來的 真的那麼絕情嗎 好吧 那你下次再見了 哦 別忘了 又會買我的直播間網啦 拜拜嘍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兄弟 您真就那麼走啊 那不然呢 不是兄弟 你這撩主播的方式方法有問題啊 第一 你別一上來就瞄著那些十幾萬的大主播去 那都是老油子 你的小心思 在人家眼裡跟裸奔沒有任何的區別 第二 礼物嘛一定要送 但一定要情绪渐进 别一上来就开大 要不然那是把人傻钱多四个大字 刻在了你并不帅气的脑门上 那不坑你坑谁 听君异习话 毛色顿开呀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其实为我量身定制的礼物 这么高呢 嗯 嗯 我是一名舞蹈爱好者 能方便约您见个面吗 拿下 老师快请进 解释一下 咱们约的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比较私密 而且播放一些视频和音乐 有助于我们的艺术交流 您不介意吧 您请坐 老师好像不太爱说话 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老师长得这么好看 说话声音一定很好听啊 嗯 有没有心能听一下老师的声音呢 哦这样这样这样 我先展示一下我的诚意 如果您觉得诚意够的话 那您就请开遵口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也没关系 哦诚意不够的话我可以在家了 你不够的话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现在你知道我不说话 不是装神秘 是怕吓着你 嗯 我吓着你了吗 啊 还 还好 就是有点 有点不知所措 哎 那就好 对了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舞蹈 都行 具体一点呢 芭蕾 不错 优雅 来 让我看看你的基本功 不不不老师 我今天能见到您 我已经非常荣幸了 我知道您很忙 要不您先 没事 难得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值得花时间交流 不行啊 你这腰太硬了 要学会放手 你看 调整呼吸 绑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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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听着 咱们玩一个游戏 哥哥想要玩什么游戏 如果不方便在这里说 我们和你加四线联系 没那么复杂 刚刚的礼物收到了 收到了 谢谢哥哥 爱你哟 还想再要吗 想要 哥哥 还可以继续刷吗 刷礼物倒是没问题 但是我有条件 放心吧 只要是我能做的都没有问题 我给你发一个地址 你给我点份外卖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别废话了 你就说接不接受 哥 你想吃什么 随便说 请教我帅哥 你哪来自行 那外卖 啊 看来这办法可行啊 这一次我可要逆袭了 外卖收到了吗 嗯收到了合作愉快 哇 啊 谢谢哥哥的豪华优魂 给哥哥比心爱你哟 就是啊 以后如果还有这个游戏 记得再来找我啊 兄弟 用别了 我的义父呀 您是抢银行的还是中彩票了 都不是 我找到了一条 二条 才知道你想吃什么 随便 这些加一块得好几百了吧 不贵 也就四千 也就四千多 想吃就能吃 哈 你这是什么来请知道啊 能不能带来兄弟我呀 都是兄弟 也没什么好一般的 所以大家说 只要在这余额之内 你想要什么都给 你有病啊 你不想帮直说啊 你看不看这是我应得的 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要是能变成现金 该有多好 嗯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这么干 哥哥哥来了 你今天是有什么新的游戏要玩吗 咱们今天玩点新的 我一会会大量给你刷礼物 然后你把礼物金额提现了一半 转账给我 啊哥哥你这是在变相的追求我吗 不然我实在想不通 你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当然同意了 哪有把钱往外推的道理 那合作愉快 你怎么下了呀 人家还等着你刷礼物呢 我刷你个对儿 小美 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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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s universal 哈哈哈 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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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ي انpayers 我可能是感冒美好利索 有点反复了 赶紧过来 还想在天上掉地址呀 什么情况 我的钱又回来了 奇怪 为什么之前礼物币会突然清零 难道是因为 我用换礼物的方式 来换取现金 礼物币恢复的时间 刚好是24小时 难道 只要过了24小时 余额就会自动恢复 看来 以后还是要减少礼物币 和现实的钱挂钩啊 欢迎宝衣哥哥 谢谢哥哥的家里 好爱你哦 礼物都送了好几回了 你是不是该回个礼呀 只不见你人多 要不我们私下里聊吧 只不约你 我是说 你送我个礼物 我不就是哥哥最好的礼物吗 哥哥哥 你说你要什么吧 最新的水果十八手机 来不排 啊那可是 要一万多块钱呢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用礼物币换取物品 不会受到系统的线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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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也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台车都 哪来得了四啊 你好 这边外货统一方外面 咱们这是不是有活动 所有的车型 都有一天的试驾体验 活动是有 但需要先关注我们官方直播间 再通过随机抽奖的方式 活动有就行 规则什么 不在乎 把你直播间账号给我 扫 扫 那我今天可以把车开走 我说过了 试驾名额是通过随机抽奖的方式产生的 我也说过了 规则什么的 我不关心 你是故意来捣乱的 那在我们报警前离开还来得及 有话好好说 凡事都有个商量不是 你就不能 为你未来的榜一大哥 开个后门 听解一句劝 从不丢人 好好努力提升自己 总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丢人的是 明明球 还有装 丢人吗 丢 现在还丢人吗 我现在 有试驾体验的资格了吗 不论 我们也是有规定 现在还有规定吗 但这样对其他人是不是有点 大哥慢走 大家小心 大家一路平安 哎呦你干啥小子 你把他这气感挂好了 挂好了这年就高了 谢谢大叔 我会注意的 哎 你干啥怎么停呢 现在我可以进了吧 先生您找哪位啊 送外卖啊 送外卖 哎好嘞好嘞开门 行您慢走啊 先生怎么了 我是干什么的 送外卖的 外卖车能进吗 不能 那我怎么进去了 开豪车就能进 外卖车就不能进 什么 先生您进吧 爽 下一个被打脸的是谁呢 上车 主人 这个车好大好气派啊 你买的时候至少要三四百万吧 你这左一个主人右一个主人的 看来是气消了 哎呀我怎么可能会生主人的气呢 上次那杯水 我还是记忆犹新啊 我还不自豪呢 哎 上次 上次那不是我欲擒故纵吗 别紧张 跟你开个玩笑 主人你好坏呀 我宝宝好喜欢 我们出发 主人 主人 咱们 就不能换个地方吗 我就是喜欢这怎么办 你怎么不吃啊 觉得这地儿 配不上你 哎呀 老公最近在减肥呢 晚上 都不吃东西的 那一会儿 去酒店 你体力跟得上吗 哼 主人 你平时说话 都这么直接吗 你喜欢围弯点的 哦不不不 宝宝的意思是说呢 像主人这样的有钱人 时间肯定很宝贵的 能直接了到肯定不会拐弯抹角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 我晚上约了闺蜜一起去看电影呢 那你的意思是 晚上去不了酒店了 宝宝的意思是说 都为了你放了我闺蜜鸽子了 你晚上 主人可要好好补偿我呀 主人你看我这身衣服好不好看 太幼稚了 主人你觉得我这套衣服怎么样 穿个圈 跳舞 你这种舞狗都不看 主人别着急 等宝宝找一个动感的音乐 你这一点都觉得我不尊重你 主人吩咐的 不就是你宝宝应该做的吗 你还真把我当你主人吗 我告诉你 我对你不会产生任何感情 没关系的主人你开心就好 这你都能忍 宝宝本来就是喜欢你的钱 不对不对 我看中的是主人的人 又不是主人的钱 你说这话 自个儿信你 您好先生您的房间已经到期了 我不是刚在你们酒店直播间里面 兑换过体验券吗 白小白 就是他帮我办的 但是他给您办理的是 三个小时的终点房体文券 好你个白小白 你要不这样我进你直播间 我给你换点礼物 然后您帮我续定三个小时 不好意思先生 咱们这张提供券每个人只先使用一次 那 这酒店一晚上多少钱 一晚上是五千块钱 您是要退房还是要去住 嗯这样吧 这是最新款的手机 市场价大概在一万多元 不管用什么办法 帮我续定一个房间 这个手机就是你的 欢迎入住本酒店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没事了解决了 你这么有钱住酒店很有体验事 这只是我的一些个人癖好 别上心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在这角色半眼富二代呢 我我随手就是一部一万多块钱的手机 没钱哪敢这么干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一起骗我 那我之前直播间给你刷的礼物 难道也有假的吗 谁钓鱼还不知道放链 不然你还真以为你自己叫紫牙呀 那 那车总不可能是假的吧 不然你偷的你老板的车呢 人与人之间能不能有点信任感 喂帅哥 你的免费试驾时间已经到了哟 车我已经开走了 嗯 要不这样 我现在给你刷十个嘉年华 你就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那我最后再信你这一次 你可不能骗我 我钱呢 我钱呢 你倒是刷呀 是不是又在这口嗨呢 要不 我明天刷 别 你接着给我别 你一个穷屌丝 你装什么富二代啊你 对 我就是一个穷屌丝 分逼没有 行了吗 你满意了 奇怪 你怪 该不会是 我用礼物换物品 赠送给别人的缘故吧 我要退房 你把刚刚的手机还给我 不好意思 手机已经卖了 不好意思 手机已经卖了 奇怪 为什么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 余额还没有恢复呢 难道是 比之前的时间整整晚了十二个小时 那么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 违反礼物币禁忌 会导致余额清零 而随着违反的次数越来越多 恢复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 现在 能导致余额清零的 有两种禁忌 首先 是否务币 不能直接换取现金 但是可以换成物品 第二 物品不能转教到他人 不对啊 之前针剑拿走外卖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触发禁忌呢 难道是 换取的物品 也不能和现实的钱有所挂钩 坏消息是 触发禁忌 就会导致余额清零 但好消息是 只要注意规范 那我就还是个有钱人呀 喜欢吗 喜欢我送你 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你是不是又偷懒妹去送外卖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又在吹牛 你把直播打开 你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人了 别听这小子的 小美你离他远点吧 你再跟你害了 正好 你还是好好工作吧 别挣钱夸夸气谈了 怎么 要不赌一次 来呀 赌什么 就赌 明天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开着豪车 来给小美送她看上的那条吊坠 那你要是做不到呢 我直播吃香 那要是我做的 我吃 行 一言为定 哥 我要的东西带来了 你要找的是这个吧 看着像 这东西保真吗 你说什么呢哥 我们做这个的最注重的就是口碑和信誉 唯一我人格担保 假一 赔三 您就放心吧 谢谢哥 合作愉快 那我就先走了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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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俱备 只欠豪车 欢迎大家跟你们走 祝你一路平安 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好的哥 喂小美 正好 你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来的路上 一会儿就到了 你可千万别过来啊 她这回可是认真的 还专门请了个御事专家来鉴定呢 那不正好 连人证都有了 这一次 她这个祥是吃肚了 你到底中了什么魔症了 小美 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小美 我等会儿再跟你说 我这边有点情况 看什么看 没看过帅哥开好车 小伙子 我看你有点眼熟啊 上一次获得我们免费试驾资格的 是不是也是你啊 你 是不是认错了 哼 做不了 像你一脸穷三项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弄到我们两次免费试驾资格 给我下车 下怎么办 合作继续 以后你不要亲自到4S店来取车了 需要车时给我发个定位 我给你开过去 那今天怎么办 今天肯定是不行了 你只有想想其他办法了 正好 你听我的 千万不要过来 给那小子通通报信啊 店长 我真搞不懂你瞧他啥了 每天游手好闲 满嘴跑火车 我都不知道干啥的 店长 他以前不是你说的这样子 只是最近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 才像变了个人一样 还能发现什么事 装逼说的自己都不是自己了 我也不是非让他丢人 他今天要拾去 别过来 我就当没打这个赌 谢谢店长 不是让你不要过来吗 你怎么还来了 不来不来不就等于认输吗 想让我认走不可能 你还挺手心勇的 来吧展示 这就是你的豪车吗 我我本来是开着豪车来的 但是路上出点意外 哇 一晚上就想了这么一个理由 不得不说烂爆了 翡翠呢 怎么 真不着急思想 正好 差不多得了 别再闹了 行 满足你 哎呦 酸寨货 玻璃的吧 对啊 像你这种档次的 估计也没见过真翡翠 你不是找了个玉石专家吗 行啊 找他出来艳艳 上桌子去了 那他出来之前呢 你要是跟我承认错误道个歉 我跟他小美的面子上就原谅了 你要跟我死这样呢 因为我丢人 还没怪我 这么快就给自己找台阶下 那等会你要是认怂的话 我可以让你少帅一下 看看一会儿 没后悔 你别再闹了 说道歉吧 没事 我有信心 看看这个翡翠什么货色 看过了就和大伙说说 这翡翠怎么样 看过了就和大伙说说 这翡翠怎么样 这翡翠怎么样 翡翠 啊 这就是普通的石鹰眼 我们做这个的最注重的就是口碑和信誉 我以我人格担保 假一赔三 假一赔三 怎么可能 这就是真废碎 怎么可能石鹰眼 你质疑别的都行 你质疑我的专业水准 那就说不过去了 我做这一行十几年 一次都没有看走演过 这一定是你找来的拖 我要去找专业的监禁机构 你别再死撑了 你给店长道个歉 他不会为难你的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他找了个拖 我才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 哎呀你别再闹了正好 你别再闹了正好 你别闹 对不起小飞 小美小美 说了就跑啊 不是直播吃翔吧你 都是你害的 小美又是有什么事 我跟你没玩 我才是什么人品啊 我无赖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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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自私 偏执 虚伪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正好吗 我没法跟你解释 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还是没想好借口吗 事情是这样的 一次意外之后 我的手机面就突然有了一笔巨款 可这笔巨款只能通过礼物币的形式出现 你怎么还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啊 小美 我真的没有骗你 你看 谎话说的太多是不是连自己都信了 现实一点吧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看不到这上面的四千多万余额 一般你手机给我 我给你开个直播间 我给你刷点礼物 你就知道我究竟有没有骗你了 正好 我承认我以前喜欢过你 以前的你真实 上进 简单 可惜 我认识的那个正好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小美 请你相信我 就这样吧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陪伴 你竟敢拿假欲罪骗我 你知道你把我害的有多惨吗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解释 这事明白 大哥你先别急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这样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调查清楚 如果真的是我们的不对 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最好说到做到 来 这怎么一个人喝没酒呢 隆重介绍 这位是我新女朋友安妮 你得叫大嫂 叫你嫂子 你还真是往我伤走上撒盐啊 听你这意思是失恋了 不算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那倒也还好 至少没什么沉默成本 别别别别 上次女主播现下的事我还没过去 哎对了之前那个富婆呢 给你个甩了 是我换人了 趁年轻要多体验不同的爱情 别到老了 你玩不动了 再后悔一下 对啊 你是我见过的头一个 能把家全市的如此轻心脱色 你没有必要郁闷 像你这种兜里有钱的 什么日子过不了 你说这人也是啊 之前送外卖的时候 没钱 经济条件差 可精神充足 现在终于不用为生活的索客而担忧了 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性子 你这是典型的失恋综合症 越闲越有人一躲想 你搞不好把自己整抑郁了 那怎么办 不行 你还去送外卖吧 让自己忙起来 就没时间胡思乱想了 好像也只能这样 你 平时巴巴巴巴巴巴说的不停的 直播说的话 带入目视 请叫我帅哥 最近最火的保密大哥 他的名字 就叫请教帅哥 凡是有了他的加持 这些主播和背后的公司 都赚得盆满锅满 数钱数到手抽筋啊各位 想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想的话 给我找到他 有什么办法都说出来 畅所欲言 那我就给大家抛砖引玉 这位帮一大哥 男女通吃 你和外卖原怀在这干什么 走走走走 谁说帮一大哥男女通吃的 你个送外卖 你懂个屁的夫人心理 我 各位 这么大的城市 要找个人 确实有点难 所以 我们特别请来了 鲁大师 帮一大哥 与佛优越 就让频道用两只韭菜打法 帮你把帮你大哥找出来 但是 你这个 什么法 施法 实陈于称藏官 必总病 就个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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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大福君 狗神 物死 缺物 这个缺 就是吃人出现频率最高 出现区域最频繁的地方 律师居心 今天据消息可靠 我们来这里抓绑一大哥 请大家庆庆期待哦 据我夜观心象 在加上我们比个大发 帮一大哥出现在东南方向 哎 这发生什么了 有活动 管你屁事 滚 不该是什么鬼大事 浪费时间 哥 实在抱歉 因为疏忽大意 上次的翡翠确实是假的 实在没脸来见哥 忘能得到哥的原谅 还真是假意陪塞呀 连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小美 你还好吗 小美呢 小美她不做了 为什么 她没有告诉我 明天回来之后 她眼睛特别红 好像是刚哭过 催什么催 你还有本事飞过去 兄弟 是我 正好 你这是怎么了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让安妮那个臭婆娘给我耍了 人家跟个开宝马的跑了 还把我钱全卷走了 我现在人塞两空了 好了好了 别喝了别喝了 你小子最近混得好啊 好车都开上了 听了你的劝 各取所需 那你觉得是勾搭了一群主播给你中头的 我对女主播早就没兴趣了 也算是被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狠狠地上了一个 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你现在这么有钱 我能帮你什么忙 小美她不肯接我电话 我想用你的号码给她打个电话 你放弃吧 不可能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知道最近这个直播间出的大事啊 什么大事 直播圈最近出了一个新进的神豪榜一大哥 随便一出手就价值成千上万 这人我倒是知道 可这和小美有什么关系 这神豪大哥是人小美的现男友 胡说 这怎么可能 人家都已经官宣了 说要带小美成为主播 要在即将到来的电音大赛上帮小美取得名次 兄弟你现在是有钱 但跟人家那些 一出手就大几百万的神豪大哥比 你差的事啊 这绝对不可能 兄弟 你得学会认定现实啊 那你赶快给小美打电话 告诉她 那是个骗子 我给小美打电话 她也得信啊 再说了 你凭什么说人家榜一大哥是假的 因为我才是真正的榜一 兄弟 你 这就是证据 我看见了 跟我一样 分儿必没有的情况 你再好好看看 行了 你就死心吧 我再怎么看她也是 我走 见鬼了 小美就走了 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钱会凭空出现在我的余额里边 但至少现在能证明 我才是真正的榜一了吧 那如果你是榜一的话 那小美身边那位是 那就是个冒名顶替的离鬼 他接近小美 一定没按好心 兄弟 你别着急 我这就给小美打电话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完蛋了 关机了 那怎么办 你赶紧去华丰大厦的MCN公司 那个甲榜一说过 今天要带小美去那边参加主播的正式签约仪式 你现在去应该还来得及 快 你要送外面的花出去 我有事 我有事啊 小美 小美 你听我说 你不是送外卖的小子吗 有来搞什么乱的啊 你闪一边去 小美 你听我说 这个人就是个骗子 你别相信他 介绍一下吧 小子 知道这是谁吗 这可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圈内鼎鼎有名的榜一大哥 他才不是什么榜一大哥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小子 这个送外卖的 我不是榜一 难道你是啊 没错 我才是真正的榜一大哥 哈哈哈哈 真好 你怎么还是这样 这次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会证明给你看 别胡乱巴拉了 你证明个屁啊 就你 榜一大哥 笑话 赶紧走 你见过真正的榜一 长什么样吗 没见过 就闭嘴 你 坏 卡拉 等一下 你不是要证明自己就是真的榜一吗 好 那你现在证明给我看 如果你证明不了的话 就永远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直播号多少 小美刚进公司 账号还没注册呢 哎 有我的 帅气小屌子 所有人都知道榜一大哥的名字 可叫请教我帅哥 你连这个都没做好功课 还冒充 名字谁都会取 但关键是 要看有没有榜一的实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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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这么多钱呀 我说过了我真的是榜一 为了模仿我没少下血本呀 看来 我不证明一下自己 是不能让你死心的 你 你 我 你 你 现在我们俩打平了 不过有件事情我告诉你 你刷十万是因为你只能刷十万 我刷十万 是我真想刷十万 哈哈哈哈 谢谢老板 哈哈哈 怎么样要不要跟啊 我我限额了 限额我记得好像 这东西可以改了吧 对没关系给你时间 我等你 哎呦啊哎呦呦呦 零 就这点本事还出来跟我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哎哎哎哎 喂啊 小美 小美 您看怎么处理啊 既然是 小美的朋友 给他个面子 马就电影结了 不想因为这些事情老得开的 走吧 哈 你这个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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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去怎么说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我捐了你 我对你们算是 准备槽的 而且你这个混蛋 都说得了 你呀 什么 哎呀 李逵输给了李鬼 这我还真没想到 假的他永远都是假的 我一定会当众戳穿他的骗子身份 现在小美都不信你 能怎么听明白 我也不知道 但办法总会有的 我正好失去的 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 好 兄弟 我支持你啊 来 干杯 我敬你 兄弟 我也想夺回我失去的东西 你愿不愿意帮帮我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我想让安妮看看 离开了他我过得更好 你现在这么有钱 能不能借我一点 让我把失去的面子找回来 这个 有点难 你能不能别这么抠 算算算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反正别问 问就是规则不允许 你要不这样 等我戳穿了假绑衣 多亏小美 我一定帮你完成心愿 你给我好好解释 瞬解释 怎么把真理网衣给惹来了 你说今天那哥们 是真网衣 他又不是真的 敢跟你这个冒牌过对吧 那现在 怎么要不要换去疯了 放心 放心,不需要改 这个计划,我可是筹备了很久了 你想一下,你现在这个榜一身份是不是坐实了 在整个主播圈,那是无人不知啊 你推荐的女主播,哪个投资人不这么抢啊 等着钱进了公司,咱们把钱这么一分 这个烂摊子,就给公司其他补动 把那个小美慢慢处理吧 你说这榜一大哥,老胡闹怎么办 今天你还没看出来吗 他每天只有十万的支出配额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这个就是他最大的致命弱点 下次他再敢来,就揪着这一点弄他 你想一下,有谁会去相信一个每天只有十万支出配额的人 是榜一大哥呢 嗯 我们的计划很快就成功了 对对对对 哈喽各位观众老爷们欢迎来到我们超级电音大赛的现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已经有非常多的主播进入赛场了 那么在赛场当中呢,他们也正在激烈的角逐着 关注赛事更多可以关注我的直播间哦 还不错啊 哎 那小子最近有没有找 损了吧 等过了今天 咱们 大功告成了 对 对 哈喽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超级电音大赛的现场 那么在欣赏完我们各位主播精彩绝伦的表演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什么呢 对的 颁奖环节 那么在此之前啊 我们先卖个官子 有请一位神秘大佬 那么这位大佬呢 他是出现在我们近期的各个主播直播间的神秘大佬 欢迎我们的榜一大佬 请叫我帅哥有请 帅哥想问一下成为榜一大哥到底什么感受 他能成为榜一 就靠一个字 骗 你是谁 凭什么说榜一大哥是骗子 因为我才是真正的榜一大哥 大家 不要信他 他就是个蹭热度的送外卖的 上次来我们公司闹事 还被保安给轰了出去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假榜一 那你又怎么证明你是真的 看来上次被打脸打的还不够呢 还敢来这 既然这样 那我们再比一次 比什么 他每天 只有十万的支出配额 既然是真榜一 那就比刷礼物好不好 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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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榜一大哥 不会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吧 如果不敢的话 现在你可以承认自己是骗子 我可以既往不去 看来你们早就料定我一定要收量 少废话 咱们俩应该这样 好 那就让大家看看 谁 才是真正的骗子 那 我们就开始吧 三 二 一 开始 哦 看来 胜负已分了 原本以为市场憨战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 真哪 我还没开始发力 你这就不行了呀 我只是觉得这场比赛毫无意义 输就输了 再对自己找借口 真的很丢人 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 有谁收到过榜一大哥 送出超过十万的礼物 请站起来 开始玩偷换概念这一套了 我每次刷不超过十万的礼物 是因为我不想 不是我故意 你别急 好戏才刚刚开始 你说你是真榜一 好 我问你 你为什么给这些主播刷礼物呀 我乐意 没有和他们交换些什么吗 你当我是你呀 每次穿完礼物和主办去过点什么 啊 看来你们只分析了我的支出数据 却没分析我的表现记录啊 游游晚风 谢谢你送的外卖 下次让他们别放那么多芥末 遵命王一哥哥 郁郁小翠 在哪 榜一大哥 假一赔三 你还真说到做到呀 下次不会拿四个假货给我吧 哎呀 榜一大哥 都是误会 我后来送你那三个都是真的 白小白 啊 我让你给我开酒店房间 你拿酒店体验券 不能 我可记住你 不好意思啊 王一大哥 下次下次一定 我一定不给你 烈焰红唇 你上次打我的那一巴掌 你还记得吗 我到现在还疼 好的 那我下次再用语你的 忘了跟你说了 下面有好几个主播 我都现下见过了 要不要 我一一跟你说呀 你们都是串通好的 你们都是他的拖 我才是真的的榜一 我才是真的榜一 我才是真的榜一 你还不走 留着吃中午饭呢 快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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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早就知道 放箭 ホーイ 保安 很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日期 谢谢大家 下午三个月 小美在哪儿 她今天没来参赛 为什么 不知道啊 她说今天会来 但是迁到的时候就没有来 小美 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主办方说你没来 你怎么了 正好 小美在我手上 想见她的话 带着你那部手机 来下面的地址找我 记住 别做傻事 请进 别过来 手机大了吗 兄弟 我真没想到最后被刺我的 竟然是你 别叫我兄弟 你配吗 你落魄的时候 我是怎么对的你 现在你好起来了 你又是怎么对的我 四千多万 四千多万 我不可拿出一点来帮 就你这样 也配叫我兄弟 啊 我说过了 我不是舍不得 我只是这个钱 我叫你来 不是听你解释的 把手机留下 下面你就可以带走 宝负 住手 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 你跟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谈后果 我可以让你在安妮面前找个面子 你先把乔美放 除了现金 你想要的所有的一切我都愿意帮你 我现在不想接受你的任何事实 只想要你的全部啊 我只给你一分钟 留下手机还是留下乔美 你自己做决定 留下手机还是留下乔美 你自己做决定 请你喝的呀 你眼睛真好看 真甜 是奶茶甜 还是我甜 决定 决定好了吗 叫小美来上手机 说 你把小美放了 我把手机给你 你干嘛当我傻呀 你别挂了怎么办 这样 我数三个数 你把手机扔过来 我把小美推过去 明白吗 都听你的 三 二 一 workspace 还有 您好 你的外賣訂單好了 小美 今天外面天氣很好 咱們晚上去看看電影吧 你先好好工作 其他的下班再說 好 小心點別散了 注意安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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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